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这个视频的开头啊 每一次都是整个视频录下最难的地方 我每天开头都要用一个小时 因为我就是进入不了状态 我就会一直重新讲一样的话 这个Hoodie我最近很喜欢 然后就是它的形状什么呢 是比较好看的 Oversized的 但是它帽子很重 然后讲着讲着我一激动 它就整个勒到我脖子了 OK 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长的unbox 给大家看一看最近我收到的 或者是我自己买的一些新的彩妆和护肤品 那今天虽然有很多产品都是品牌寄过来给blogger使用的 就PR products 但是没有任何产品是paid content 就没有任何的付费的内容 好 那就开始今天视频吧 啊对了 视频的结尾还有一个大的giveaway 就是我觉得还蛮大的 具体怎么参加会在视频的结尾跟大家讲 视频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OI码可以点击旁边关注我 如果你已经关注我了的话那就继续看吧 这一颗是erno laslo的一个exfoliant detox pore cleansing clay mask 这个呢我之前有一罐在我的洗手间 然后他们又寄来了一个 所以这个我会放在giveaway的内容 它就是一个怎么讲 我觉得可能油皮比较合适吧 因为我之前用过几次我觉得挺干的 它是很深层的那种清理你毛孔里的油脂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然后用完了以后是会觉得没有觉得毛孔缩小吧 但我就觉得挺干净的就是整个一下子把你脸上油分给去掉了 盖子也是这样的粉红色的 好然后最近啊我还说到一个benefit cross clay Australia的一个墨镜 就benefit经常会寄来一些很可爱的化妆品 以及它外面的那个case我觉得它外面的盒子真的非常可爱 还有这个也是就是他们这一趟寄过来的 我很喜欢这种很cute的那种cosmetic makeup bag 然后这一个呢是他们和澳大利亚那个眼镜的牌子的一个合作款 我当时觉得有点奇特 然后里面呢是长这样的 是一个粉红色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较太少女和青春了 这个是benefit他们家那个hula修容粉 然后有hula或者hula light 平时呢我如果画的比较白的底妆的话 也就是冬天的时候我蛮喜欢用的hula light 但其实那个在脸上基本上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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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了 所以hula的颜色我觉得可能更加universal一点吧 它里面呢出来了一个还没讲这个 它是limited edition 然后出来了一个特大版 本来它有一个正常size 然后还有个mini版 现在出来一个超大版 他们到底是想怎么样 然后刷子也变大了 因为它里面那个粉整个就变大块了 真的品牌很会赚钱 好它里面刷子是这样子蓝色的和白色的毛毛 它的这种毛的质地啊 之前我就不太用 就是我hula的那个修容粉 都是用自己的sigma的刷子吧 因为这个刷子其实是好用的 但是就是你完了以后 有一点点难只用它去推开 除非你是contour的非常夸张 很精确的那种 如果你没有用过hula的话 我还蛮推荐的 那如果说browser的话 有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是Tom Ford那一块 Terra 非常喜欢了 然后呢 再就是Shelley Tilbury的那个 Filmstar的那一块 它隔壁有一块有高光 那高光真的不好用 然后什么感觉都没有 但是那个修容我还蛮喜欢的 再就是以前开放店那一大盘 修容盘它有分浅中深三个颜色那个 那个也还蛮好用的 嗯就是我现在脑子里一下反映出来的 可能就是那几个 也就是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Benefit这一块hula 我觉得也还不错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颜色 就它没有特别的黄或者特别的暖 所以如果冷皮的话 我觉得也是ok的 不太会担心 下面这个是Argos的这个 No.28 Lip Treatment Oil 这个啊我之前发Instagram的时候 我看很多人回复我说 就是两极分化的比较多 有人说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有人说真的很喜欢 但是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它价格是属于比较贵的 那里面呢是这个样子 还有几支是最新出来的 有颜色的嘛 然后很多人都说是Original的 这个比较好用一点 就这个唇油 它有保湿的功效 然后可以抗老抗唇纹 它里面啊我觉得样子啊 是长得很吸引人的 就是跟Tom Ford的那个包装 有点像有没有 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有一个金色头 就是帮你更好的去把这个 橙油给放到嘴唇上吧 它的油是什么样的质地呢 哦挺黏的 有点像蜂蜜的那种 感觉上它能够让嘴唇 应该比较能抚平那个唇纹吧 因为它放在我手背上这边的时候 就感觉整个面是很平滑的那种 但是它会比较黏 很像蜂蜜那种质地 OK这个如果我试了之后好用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吧 OK下面呢我自己下单了一系列 colourpop新出来的彩妆 我非常想试试看的 那这么多都是colourpop新出来的 为什么呢就是我最近很想试试看 它们那种带有颜色的眼线笔 我这边有蓝色黄色和绿色 然后我之前有试过一下真的非常的持久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想要找那种有点颜色 然后想画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妆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看 真的非常补调 我之前有试过它们在绿色 那其实我想买的自然是红色啊那种 我觉得很好看嘛 拉一个小尾巴出来 有一支是addiction的这个 我就没有再挑那个红色了 再加那个红色就断货的蛮夸张的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我很喜欢addiction的这个 就它的刷毛是比较细细软软的那种 但是呢我发现跟colourpop的这个比起来 就真的说不上哪个更好 我本来是很喜欢这个 但我发现这个的质地啊 以及它持久度也是蛮让我惊艳的 给你们看这个绿色 那它里面是长这样的 然后呢它的头呢 其实是跟cap on d的那种眼线比 是一样的 然后很好画 真的很好画 我现在不想在我的眼睛上再画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 我觉得比较不搭吧 但是我之前有试过用 它搭配一些奇怪的妆 或者是比较colorful一点的妆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啊 这系列的比 黄色呢 它上面自己colourpop就变成了黄色 然后上面滑出来是 哦黄色就非常不明显了 黄色可能在亚洲人身上会显黄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蓝色 这个蓝色是属于深蓝色 那是这样的 哇 这个蓝 这个蓝 这让我想到什么嘛 ink blue 就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在中国的时候 钢笔不是有黑色或者蓝色 就是那种蓝 深蓝色 哇 这个蓝酷酷的 我不知道上次在眼睛上会怎么样 我现在真的不太敢 这样吧 如果我们视频的结尾有时间的话 我给大家看看 总之绿色我是用过的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还买了两支有颜色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我也试过 它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 就不像我们的眼线 像那只绿色我画的眼皮上一下就能看到 very obvious的那种 但是这个会在侧面的时候能让你看到吧 anyway 这边我有一个是红色 上面有写who's go sing who volumizing mascara 它这个packaging质量感觉挺好的 蛮重的哦 然后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那这个是红色的 然后还有一支呢是蓝色 叫做blue your mind blue your mind 这个名字挺好 这个红色叫做lighting on red 对 就这一系列啊 我感觉在官网上评分也很高 然后买回来试下来 我觉得也挺喜欢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蓝色的管打开以后吧 是那种蛮粗的 刷出来呢 哇 这个在相机面前看着真的是 饱和度超高的 但它刷在睫毛上没有这么蓝 因为本身我们睫毛膏就是黑色 所以颜色的话就是你侧面能看到一点点有点泛蓝 但是没有特别的明显 不像眼线笔那么明显 然后红色这个啊也很漂亮 super red那种 好我想涂这个给大家看看 然后它这个质感真的在手上还挺好的 这个让我过来的时候就蛮惊艳的 它这个饼拿在手上 像很多专柜的睫毛膏一样 它这边会做得比较厚重 让你更加有一个可以把它抓牢的一个感觉 好吧今天不是很上色 那天我用的是白色的case那个睫毛打底 它就稍微有一点上色 今天真的是完全不上色了 OK那可能还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眼线比较好用吧 看来只能跟就是白色睫毛打底 work together 然后啊这个眼线比哦 我上次也发现就是它非常的持久 现在到手上啊就不太能掉了 不会掉的乱七八糟的那种 挺好的 colourpop跟kathleen lights合作的 我不确定这个口红是不是啊 但是上面的pigment 这种小闪片小闪粉这种式的 然后因为它旁边有写kathleen lights crosscolourpop 然后里面的颜色呢我挑的是the twins and the scorpion 是长这个样子的它的盒子就冲上去很好看的那种墨绿色 我最近也很喜欢墨绿色 我最近还买了一个墨绿色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包吧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是我第一次打开我之前还没有试过 哦挺好看的 就跟之前mak出来的那个人鱼基色是差不多的 然后质量会比较塑料一点这一个摸上去吧 就跟刚刚的睫毛膏比起来 有点像nyx那种 然后里面打开我给大家看 好它这个颜色里面的粉是这样的 我好久没有买这种很亮的眼影色了 我来把它们粘出来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粘在手上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放在眼皮上会看起来cheap 抱歉这个颜色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看 我们看另外一个颜色会不好一点 因为另外这个颜色就the twins这个 它的label的颜色就还挺美的 跟刚刚那个包装盒是一模一样的 玫瑰金的盖子 哎呦不要掉不要掉 你们打开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要买的话 这个好像好看一点 现在手上是这个颜色 然后我现在只粘了一点点 我想说摸给大家看一下 OK它这个颜色跟上面的label 它贴的那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人鱼基色啊 有点带粉红色的偏光 看到吗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好像有点想自忘哎 OK不知道它上眼睛质地会不会很滑 或者是很buttery之类的 但颜色的话我觉得还好 没有说让人觉得惊艳 并且我觉得它的那个质地啊 就抹开以后还是属于这个颜色 我不知道 但是就这一只颜色 就我可能会比较想尝试的 那抹开以后还是比较淡淡的 所以不会应该不会特别浓的那种 然后这边我还买了一个呃唇线笔 就是这一趟我买的一些coop的新品啊 比起以前coop的东西 就感觉packaging方面质感好了一点 唇线笔的颜色 嗯 这颜色挺好看的 哇 这颜色还蛮好看的 而且换上去觉得很滑的那种 试一下 我觉得mocha在我嘴上啊 就刚开始我出门之前的时候 还是挺吃土色的 但现在越来越红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这只颜色跟mocha在我的嘴上 呈现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合作款应该也是一个influencer 里面一共有三个分别是 嗯 我是第一次打开看 首先这个颜色我就觉得 呃 可能有点怪 在嘴上 会不会太红啊 太橘 我的意思 没有欸 这颜色挺好看的 还有一个吃土色吧 是长这样的 这颜色很土 嗯 没有任何的味道 然后最后是glass lip 这个是就是有点像top coat的那种吧 如果单用 估计是没有什么颜色 是跟另外两只不太一样的刷毛 另外两个是就是雾面口红 然后上面加那种就是可能比较干的质地 这个啊 现在给大家试试看吧 在我的mocha上面 这颜色涂上以后就变金了 它的上面这种bling bling的金色 不算特别的显吧 但是有一种唇油糊在了嘴上的感觉 我试一下这个颜色好了 就是比较赤土色一点的 它这颜色有一点就是那种裸唇的感觉了 它的那种沙子色 还有点好看 就比较不是那么显气色的那种红色啊什么的 就看上去一下子说上去 这个画面就变得比较冷色调的那种 比较酷酷的一个颜色吧 下面一个呢 是威姿的这一款明星产品 中文名叫89号精华露吧好像 说是那种非常非常补水的一瓶精华 然后是一个比较大热的产品 这次的giveaway里面也有一瓶那个 那这个也会被放进去一起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罐是自己最近在用的 它长这样的 它平身是还蛮好看的 这种渐变色吧 这样然后说是非常补水滋润保湿 那水感是很强的那种哦 我在脸上涂上去的确是没有什么刺激感吧 就比较温和 比水的话稍微再柔滑一点 还蛮好吸收的感觉 有一点点黏了 不能说完全不黏黏 我觉得有一点点黏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吸收完了以后就不黏了 主要的功效是皮肤会水润透亮 并且会控油 就是保持水油平衡背 里面含了89%的火山温泉和15种天然的矿物质 修复皮肤屏障什么的 就目前可能我用的太少了 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些特征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换颜色吧 就口红的颜色我们来换一个 我最近啊收到了几个新的 哦 我先从这个 湯普尔这个impassion的这个断货王开始吧 超开心的收到这个 里面是长这样的 然后它颜色啊 是这样子的艳红色 我看到这个高体的感觉 就会觉得在嘴唇上的那个断面感应该很美 上面有一个tf的刻字 有点不舍得第一次用 嗯 它好滋润哦 因为我每次卸完colourpop的口红以后 嘴唇上都会比较干 嗯 超级丝滑的 这些颜色涂上去真的就是 一下子气色就上来了有没有 就是那种有脑少女的感觉 很年轻看上去涂完以后 感觉整个脸就有点胶原蛋白 又蹦出来了那种 一下子感觉比较少女了 然后这个颜色也没有说特别的挑肤色 我觉得它没有说显白 但也完全没有说显黄显黑之类的 就正常吧 嗯 这样子有点漂亮的深红色 嗯 这颜色我很喜欢 大概涂了有三层 两层 两到三层吧 就是不是薄涂的那种 所以颜色可能会看起来比较浓郁一点 你看粘杯 然后我们下面也突然间心情好好 因为前面有开几个就觉得 好像不是很确定的产品 Bio lifting serum 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有他们家的面霜有在使用 但是这个 serum呢就没有再用过 我很喜欢Xatica他们家的产品 我觉得敏感肝皮很适合 它的中文名叫鑽石紧致精华液 初期抗老 它里面呢先给大家看看里面的质地吧 打开是这样 然后质地也是属于不是清爽的那种 有一点点黏膩 有一点点偏黄 就不是那种完全透明的颜色 我多几点给大家看啊 我手上可能有刚刚就是口红 还没有完全卸下 所以底色有一点红 然后抹开以后质地 我看一下 跟我们刚刚这个威姿的这一款比起来啊 它没有刚刚那个那么黏腻 刚刚那个就是 嗯我不知道欸 会感觉比它黏腻一点 然后这个更滑一些 有一点蜂蜜的味道 玫瑰蜂蜜的味道 嗯 这个味道真很闻 我好选他们家的就是 有玫瑰在里面的所有东西啊 清香植物园的感觉 好我看看啊 它的成分呢 说是里面有覆盆子干细胞复合物 是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减轻肌肤的炎症 美白精华 里面是有美白的吗 现在啊 这款吸收的很快 比刚刚威姿的这个要快 我现在手上是没有任何感觉 并且这一片呢是感觉软软的 比较保湿 比较摸上去比较透透的感觉吧 很多人说比那个花盐的精华 要更加保湿一点 因为它是给稍微有一点点成熟的皮肤吧 这个我真的很期待使用 我应该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用了 完了以后呢我自己又回购了一个 自己之前的一个最爱 去年就跟大家分享过 我夏天的时候很喜欢用的 就你们可以翻去我去年夏天的时候的视频 皮肤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始终觉得不能说所有功劳都是它 但是很大一部分功劳都是它 它就是随着天气慢慢变热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开始在初夏的时候使用 有点舍不得把它撕开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款 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救命的 然后是在我脸上有极致护肤完美效果 然后它很修复 在我脸上啊对于敏感的时候 比如说你晒伤晒有点过敏 或者晒红之类的 就消那些所有的乱七八糟脸上 点点红红都非常的有效 整个很镇定 然后又非常的补水 质地也是刚好 哇这个质地真的摸上去超级柔顺 总之我之前去年夏天的某一个月的最爱里面 已经有说过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就是自己的一颗回购 价格啊我一直印象中它不是很贵 但那天我去刷卡的时候 我发现它不便宜三百多 是找过价吗 然后这个味道就是有点像玫瑰茶的味道 刚刚这一颗钻石精华和它 虽然两款都是有玫瑰成分在里面 但是它味道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会更加像是有点加蜂蜜的玫瑰 淡淡的玫瑰味 然后这个玫瑰味会比较重 然后有点像干的玫瑰花瓣的那种味道 好这两个产品我非常期待 然后这个也是最近新收到的一个 Revive他们家的一个Lotion吧应该是 Energizing Hydrating Mist OK是一个喷雾 这个牌子啊就是之前我一直津津过过 好多次我都想试用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然后它叫做Refreshing Mist of Hydration 主要是给你保湿啦 然后给皮肤增加能量啦 补充Energy啦 抗筛老抗氧化抗灰肠 whatever 有很多天然的矿物质 它里面有很多藻类提取物 对我刚刚查了一下 就是会让皮肤饱满有弹性 有光泽发光的那种 喷雾这种东西 我就很喜欢 而且我用的很快 那天我在我这边用喷雾 然后我喷的时候 我朋友很惊讶说 你每次用喷雾都是喷那么多吗 就是我狂喷那种 我很喜欢喷雾 然后用的又很快 里面呢是长这样的 这个品牌我就是第一次尝试 哇 它这个瓶子好长啊 真的很长欸 然后它是有那种磨砂感的 摸上去也是磨砂感 然后看起来也是那种灰灰的 哑光感 很不一样 OK我对于所有新的东西 我都觉得很漂亮 嗯不错不错不错 就你们这样那个黄后水嘛 喷出来是细细的 非常细腻的那感觉 这个就是the opposite 感觉那个很像南方人啊 这个比较粗犷一点那种 但是就很爽啊 喷出来很爽 我感觉我脸要湿透了 嗯酷酷 Energizing Hydrating Mist 我看我脸上有没有什么 立马的反应呢 并没有 它在脸上的那个水珠还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素颜的时候 你平时没有化妆的时候 喷的会比较好一点 像化妆以后 有点担心它会把妆给冲走了 真的好大啊这个喷雾 不好意思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就是我用的所有喷雾类产品里面 它那个水珠最彪悍的那种 如果好用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他们家好像就是 是lotion吗 还是精华 很有名 反正就是 对这个品牌一直想吃 雪花秀新出来的一个 里面内容是有梅花的一系列产品 那我现在手上的这一罐是我 已经在开始用的一个妆前水吧 它就是他们新出来这个 Vitalizing water lotion 什么什么的这个系列 就是里面主要成分就是 早上什么几点钟的时候 我当时去参加过他们家 他们的一个panel那种 就是早上专门去提取的 一个梅花的提取物在里面 一个是serum 另外一个是cream 都是雪花秀这一个系列 就新出来的一个系列吧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看我 就是手头上在用的这个 一个妆前水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那个感觉 首先呢它的瓶子 非常的厚重 非常好 就是质地啊 放在桌上真的很漂亮 这种小粉红色 然后啊 它主要是说给过敏的皮肤 或者是换季的时候补水啊 那种就是保持皮肤的稳定和平衡的 然后它有一个设计的酷的地方 就是它倒出来的时候 不会像很多精华水一样 就是停不住 它一般drop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 所以你如果要放在海绵上 或者是放在手背上 像刚刚那种 它就不会有点 控制不住的往下滴那种 这一点就还蛮好的 然后我用在脸上呢 我是觉得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但是它是那个很好闻的味道 但它味道真的很香很香 整个脸都是香香的那种 梅花的味道 虽然刚刚流动性 你看 就是流动性很大 在手上就是真的很润很滑 比较像银耳汤那个质地吧 然后这个因为我刚开始使用 大概到使用了一个礼拜都还不到 所以我还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吧 我就是觉得在脸上 那个味道非常非常香 这个瓶子容量是150ml 就它虽然是一个Losha 但是我是觉得它更加像一个水 加上水乳二合一那种 因为你涂在手上的时候 你把它涂开啊 会有一种已经放过Serum的感觉 Lum Stay Vitalizing Cream 也是早晚都可以用的 我看看它质地是什么样的 它有一个这个按摩棒 这要按摩全脸的话 要按摩到何年何夜去啊 哇 我直接上手了 有一点点不卫生 这个没有任何流动性的一个cream 我不知道这个季节合不合适 嗯 不错 超级轻薄的 绝对不是那种秋冬才能用的那种 跟我刚刚的那个玫瑰面霜 就香提卡那个质地基本一样 很柔滑 会比玫瑰面霜稍微厚一丢丢吧 这一款又比香提卡这个钻石面霜的质地要薄一点 就是今天的产品好像都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我看到它里面的功效啊 这个面霜抗皱 所以也是属于早期抗牢 抵御肌肤老化的痕迹 恢复弹性等的 CPB的防晒产品 我最近会出一个防晒产品的合集吧 那种类似的视频 然后这个呢里面是长这样的 里面有50的防晒指数 盖子呢就是这样子 我看看里面的质地吧 BRA SPECTRUM SPF50 就是那个UVA UVB的紫外线都能防到的 看看啊 它里面是有一点点颜色 然后刚刚挤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软的 就是不是那种硬硬的质地 蛮厚的耶 就是手掌把它全部抹开以后 就进去了 质地上来讲还是有一点点黏 就相当于是你用完了它以后 如果来一阵风你的头发会黏到皮肤上那种 不是马上就能干的那种乳霜的质地 但是往上看说很多人觉得比较适合干皮 然后说跟后面的妆也是比较服贴 虽然它的质地是略显厚重的 你看有一点点润色的效果 这边会整个皮肤比较黄一点 然后这个边稍微偏粉一点 也就是白一点点吧 但是质地的话还算是不是那么轻薄的 就有一点点厚重 比较厚重的滋润感 我觉得可能蛮适合冬天的吧 夏天我不知道用下来会怎么样 这边还有几瓶 我的天哪 这些东西好多啊 有几瓶amore pacific 他们家的护肤品 首先呢 这两个是the time reserve系列 一个是眼霜 另外一个是skin reserve serum 这个打开里面是 是这样子金色的一个瓶子 下面的底座也是金色的 长大跟我之前用过的银色 那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下面这个底 以及里面这一根管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上面的盖子竟然就粘上去了 我的天哪 OK 对 我把它放回来了 它原本是这样的 也太容易掉了吧 就是刚刚它松掉了 Anyway 它这个精华挤出来的质地是这样的 本来它刚刚是没有任何的流动性 但是我手这样子推开以后 整个就变成水了呀它的质地 嗯味道还不错 比之前我用的那个系列 没有那么香的一个味道 我发现我不喜欢护肤品太香 嗯 这个突然里面会整个手好细腻 然后润润的 这个系列啊 说是很好用 我之前看是明星产品 OK 里面是有绿茶花的这个提取物的 饱满补水以外 还可以去搬 哇这个可以 我很需要去搬的产品 OK 它里面还有控油的成分 Sephora上没有卖的 这款叫做time reserve skin reserve fluid 也是抗老的 我的天哪 我感觉下一次你们看到我的时候 我皮肤已经逆凌乱 应该我今天全部产品基本上都是看了 然后这瓶要230还是有点贵的 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在接触他们家品牌的时候 我好像有用过他们家的一个BB cushion 我当时觉得挺好用的 那时候已经很早了 然后我在下面就看到有朋友跟我留言说 这一款就是他们家的产品 其实是属于韩国顶级的一个护肤品 OK它还可以匀色 就让皮肤的色泽会看起来更加漂亮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一个是他们家的一个eye cream 也是金色的 我之前也有一瓶是面霜 然后是银色的 跟它长的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打开里面是这样 哇 它这个盖子比较重 然后底呢是比较轻的那种 这个盒子底座里面 还有一个小小的按摩棒 可以敲敲打打的 嗯 哇撕开了 心疼 但是我的眼霜也的确用完了 我最近护肤品都用了很快 特别是那种面膜啊什么的 一下子就用完一瓶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老去 那里面的质地就是眼霜那种 质地跟鱼子酱 蓝鱼子酱系列很像 就是Le Perry他们家的那种厚重一点 但是用温度的话 也很快能够把它乳化开的那种 这个就比较明显 有闻到它里面成分的那个绿茶的味道 最后呢还有几支Armani的口红 想说试给大家看看吧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喜欢 口红这种直观一点点的上唇效果 那这边呢是XC Shine这个系列的 就是那个细细长长的 然后分别是三支不同的颜色 里面呢打开以后是这样子的 长条形的整条管都是红色 我好比较喜欢这下面这个 就是比较深一点点颜色吧 我试给大家看啊 嗯稍微重一点点 质地很柔顺很滑 像那种奶油巧克力奶油的质地吧 非常不显纯纹 不过我刚刚挑的是 我觉得里面就刚刚手背上 我已经卸掉了 刚刚手背上颜色最深的一支 我不知道另外两个会不会太淡了 这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还日常吧 显得嘴唇就是柔柔的 看起来比较饱满很plump的那种感觉 OK 以上呢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刚给大家unbox了一些最近收到啊 或者是自己买的一些新品吧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支有一点长的视频 然后我没有太多的跟大家聊 什么感受之类的 因为很多都是没有试用过的新品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还是在旁边可以给我点个赞 我这次呢会把所有准备好的礼物 分成两份 一份送给海外的小朋友 一份送给国内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抽奖呢会有两个渠道 一个是微博 一个是instagram 那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就不要去微博上抽了 因为抽到的话也不会送给你的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跟instagram在这边 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